如果要買車的話 你會選什麼顏色呢 去年世界最受歡迎的顏色 就是白色了 而且白車已經奪下了九連霸 現在達人也分析 說我們台灣人最喜歡買的 就是白色還有黑色 銳利LED頭燈 勾勒出流線車型 珍珠白烤漆更顯簡戀優雅 全球最夯汽車顏色 由白色再度纏連九連霸 黑色則位居亞軍 以白色來說 亞洲地區非常的喜歡 其實以我們中國人的一些思想來看 它可能是一種典雅 端莊大方的一種形象 那黑色其實就是比較尊榮 比較有派頭的那種感覺 搭載雙渦輪增壓引擎 只要4秒就能從靜止 到時速100公里 蔚藍金屬色澤 美光燈下展覽優雅 可視限定配色 78萬新台幣 78萬 但是在當地的M2的 公司售價其實也才大概100 160幾 170幾萬而已 幾乎是半價的 對 非常非常的誇張 但是這個車漆 不管你是在世界各地哪裡購買 就是跟艾達剛剛講的一樣 你買了之後這個車架 要先送回巴伐利亞那邊 然後在他的工廠 做一個底漆的考試之後 幹嘛幹嘛 才能送回來開始組裝 所以他的工法也是非常複雜 另外一頭深紅艷麗色澤微光下 更顯耀眼 車漆工法也不簡單 它這個底色其實是類似像 糖果紙那個感覺 它是透明透明的 所以你等要一道一道 慢慢去渲染之後 才會看到我們最後看到的那個顏色 一層層重複噴塗 工法耗時也費工 因為一般來講我們的色漆 Elite大概才可能幾百塊 一千塊上下 結果用了那個特殊的顏色之後 因為他用這個珍珠銀粉的 比例非常的高 結果他Elite的漆大概要三四千塊 那噴塗一台車 大概要三四公升的這個漆 我就說光漆掉就好幾萬塊了 特殊限定漆色搶攻客戶眼球 攻佔頂級車市 東森財經新聞蔡炳宏 鍾宇瑞綜合報導 因為我們不得來 另外一句你們要請坐 我們也請坐 您先坐 我們不得来